我们两个在一起13年了 我俩是校园恋爱 十几年前谈恋爱的时候 电话费特别贵 但热恋中的情侣 永远都有说不完的废话 我老公也想跟我腻外 但又不舍得花钱 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给我买了个对讲机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那些个社友们 谈个恋爱都好羞涩呀 躲在被窝里跟对象通话 我就没有 我谈恋爱真的光明正大 我拿个对讲机 站在我们宿舍的窗户跟前 一到晚上 他就开始向我发送爱的电波 动摇动摇 呼叫动摇 想我了吗 收到回复 over 我在这边 真恶心啊 也想你over 有一天晚上 约我出去散步 我走到我们学校的 一个小树林旁边 靠树在那等他 等着等着 突然 我的包里传来一个特别大的声音 子出来吧 出来吧 我看见你了 结果我还没有反应上来呢 那个小树林里啊 陆陆续续出去了四五队 我感觉别人在外面才是情侣漫步 我俩在学校 那就是保安巡逻 陪他巡逻完 他还要把我送回宿舍楼下 每一次都特别有耐心地把那个对讲机帮我调调半天 因为那个东西啊 你要是不调精准 他就串台了 两个人的爱情 不知不觉就有其他人加入 有一次他用对讲机发出信号 让我十分钟后去操场碰面 我到了 保安们也到了 人群中一阵骚动 其中一位大哥拿着对讲机后 谁啊 谁刚才通知大家来操场集合的 我俩恋爱十周年那一天 我老公下班回来送我这么大个盒子 我当时好感动呀 我说 终于熬到他开窍了 结果我把礼物打开 我当场疯了 我问一下你们 有没有见过一种东西 叫水溶性毛笔自铁 我说 这什么 我老公在旁边 一两话写 哎 媳妇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可神奇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然后他抠出毛笔 沾了一点水 特别羞涩的 在那个布上 给我写了一个爱字 然后过了三秒 对 哎 消失了 我当时都气懵了 他还在旁边 哎 媳妇 快看 哎 没了 哎呀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